孟威长,欢迎来到擂台,我是蓝果,咱们继续来看这把比赛,观战方的话是揪魔智的一个立地佛,对待方的话是一手什么脸,开局观战方高脸直接去吃对待方的一个人,观战方孩子给自己起鬼眼,孩子也是没有事干什么,观战方人物大野兽啊 观战方起鬼眼,这把人物的话继续戳,个人感觉立地佛打神木林的话应该还比较好打,高脸继续扑对面的一个人没有连中啊,被对面反手抽掉 观战方开始白鬼试魂,打宝宝的话伤害还能看,打对面人物暴击,给对面打上腐蚀毒 对待方反手抽一手风卷残余,扫过了 观战方,观战方人物继续戳,拉一手龙龟,对待方力劈,开始清锥子 六千,对待方这力劈的话有点暴力,还两只,这样的话是把什么邪宠能够顶得住 两只力劈,对待方起一手先力激发,这样的话对待方人物的话得推过来这一把 观战方的一个龙龟,见情况不妙赶紧开溜 观战方人物速度较快,直接继续鸟出去 哎呦,观战方必须赶紧处理掉对待方这两只力劈宠 要不的话还很难受啊,你这两只力劈宠轮流 这个扫过来的话是吧,这个根本扛不住呀 观战方继续破血,对待方的宝宝 打人的话打不动啊,观战方的话本身就是一个立地斧,所以的话打人打不动 观战方点对待方的一个宝宝,对待方宝宝运气也是比较好 场上来到第九回合,对待方继续补鲜猎 这样的话观战方的一个宝宝并不占优势 观战方人物继续出,对待方想点掉观战方的一个孩子啊 确实孩子的话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辅助单位啊 主要的话是抗性比较OK啊 对待方 对待方 观战方的一个宝宝 好轮番的一个轰炸下,宝宝根本没有什么生存能力 这样的话只剩下人物 看一看人物咋整 观战方的一个高鬼魂的一个宝宝应该快爬起来了啊 观战方宝宝宝爬起来 观战方人物继续出 观战方 观战方现在的话不断通过这个白鬼士魂鸟出去 但是没有办法破局啊 主要的话是 但是没有办法破局啊 观战方被打出163 观战方应该是放弃了 直接选择平衡出去 这样的话观战方倒地不解 krij吧 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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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位